欢迎来到疯狂星期三规则怪谈 请在朋友圈发送Vivo50的文案 十分钟内未收到转账的人,会死 这是一篇脑洞新奇的规则怪谈高分文 小编看完立刻想给宝子们推荐 哈哈,话不多说,正文开始 快餐店内突然响起诡异的通知声 所有同学都迟疑地放下了手中的食物 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今天是星期三,班长组织了班级下午茶聚餐 奇怪的是,店里的生意格外冷清 除了店员,就只有我们班的人在场 有人好奇地提问,这是额外准备的游戏活动吗 这么疯狂,班长堂位却满脸疑惑地摇了摇头 我对团建游戏不感兴趣,一心只想干饭 可一旁的李鑫却突然站起身 打翻了我刚戳上吸管的奶茶 我正想骂人,却注意到他一反常态地盯着柜台前的电子屏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原本应该显示餐品图片的屏幕 如今写满了血红色的诡异规则 欢迎各位来到疯狂星期三餐厅 请遵守以下规则 一禁止在店内食用任何其他品牌的食物 二吃薯条蘸番茄酱 吃鸡块蘸糖醋酱 三薯条只能吃鸡薯条 鸡米花只能吃偶数个 四餐厅没有穷鬼套餐 若发现一加一穷鬼套餐 请勿食用 五辣牛五方是本店特色 以现式反场 六疯狂原味机只有五个部位 如出现其他部位 请勿食用 七食用蛋挞食 请一口吃掉 不要在意里面的馅料 八必须在冰块融化完前 喝光可乐 九不得浪费餐品 十不得攻击店员 十一 星期三结束前 禁止离开餐厅 这是什么情况 不仅是屏幕上出现了诡异的规则 店内的工作人员也都凭空消失了 只有一个带着攻击头套的人 阴森森的站在柜台处注视着我们 那攻击头套 做得极其逼真写实 和脖子的连接处也十分自然 似乎与人身融为了一体 我突然没了胃口 就算是恶作剧 也应该有个限度吧 李欣一边逆反地啃着路上 买的手枪击腿宝 一边冲着攻击人大喊 装神弄鬼 咒谁呢 要不是为了弹挞 谁会来这里吃 可就在大约十秒后 李欣突然脸色一变 原本活蹦乱跳的他 忽然两手握住咽喉 双眼瞬间布满了心红的血丝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哑着嗓子向周围求救 咳咳 救救救我 仅仅几秒时间 他脖子以上的皮肤 就由正常健康的肤色 变成了可不得青紫色 最终整个人僵硬地 倒在了地上 瞪圆的眼珠中 布满了触目惊心的恐惧 班长堂位立刻扑了上去 将两根手指 放在李欣的鼻子前试探了一会儿 然后皱着眉头 脸色难看地 朝众人摇了摇头 刚才还在啃着手枪击腿宝的李欣 居然在瞬间 就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死去了 更可怕的是 和他一样死法的同学 还不止一个 地板上是散落一地的个是奶茶 烤肠 糖果 无一例外 他们临死前 嘴里都在吃外带的食物 看到这一幕 我下意识地 将一口还没喝的茶牵到 甩出十米远 他们违反了电子瓶上的第一条规则 禁止使用任何其他品牌的食物 幸好刚才奶茶被意外打翻 还没来得及喝 不然现在躺在地上的尸体就是我了 大家别慌 冷静下来 不要冲动行事 堂位努力想尽班长的职责维持秩序 但店内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有人尖叫着打开店门 想要趁乱逃走 有人抓住带着攻击头的店员 试图用暴力逼他说出真相 可他们都同之前的理心一样 在瞬间失去了生机 鲜血喷涌而出 就像散落一地的番茄酱 规则中明确写道 不得攻击店员 星期三结束前 不得离开餐厅 一旦违反规则 下场无一例外都是死 意识到这点后 大多数人暂时恢复了冷静 一部分人在尝试报警 但发现手机没有任何信号 另一部分人趴在透明的窗边 向外面的路人求救 可路人像是看不见我们一样 纷纷目不斜视地路过 丝毫没有注意到店内的一样 我们被完全孤立在了这个空间 堂位在拥挤的人群中 努力爬上桌子 大声吼道 想活命 就快按照规则 完成朋友圈任务 别浪费时间了 所有人顺着他的手指 看向天花板 巨大的倒计时 赫然显示在我们头顶 8点49分 10分钟的现实 已经过去一分多钟了 所有人都回过神来 立刻开始争分夺秒的编辑文案 因为名字叫林子涵 和最近特别火的 子涵文学读音一样 我顺势借用了这个热梗 老师 怎么就我们家子涵 没吃到疯狂星期三的炸鸡啊 我们家子涵都裂开了 回家后就一直哭 罚您V我50 不然以后 这种活动我们家子涵就不参加了 奇怪的是 虽然手机没了信号 但朋友圈却能正常发布 短短一分钟不到 我就收到了许多亲友的评论 但都是在玩梗 没一个真的发红包的 当所有人都在默默等待结果的时候 人群中突兀的传来某人的自言自语 这任务有难度吗 我都说到好几个大红包了 说话的人是秦思琪 她是我们般的斑花 校内外的追求者无数 平时从来不缺礼物的秦思琪 在这个游戏中简直占尽优势 第一个顺利完成任务的她 收获了众多羡慕的目光 受这个诡异空间的影响 我们的手机被全面控制了 无法向任何人发起主动对话 电话和短信通通被禁止 所以互相转账也行不通 只能被动的等待 直到有人看到朋友圈后 能主动联系我们 尽管条件苛刻 可逐渐也有许多人 陆陆续续通过了考验 而我的列表依旧毫无动静 危机感渐渐涌上心头 我焦虑的咬破了嘴唇 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眼看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第一次感觉死亡离我如此之近 就在距离结束还剩三分钟时 被绝望笼罩的我 意外的收到了一条消息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吗 怎么全班人都在发朋友圈 发消息的人是我的室友 叶琳 巧合的是 她是这次班级聚餐 唯一请假没来参加的人 我来不及思考太多 也没时间解释前因后果 用尽这辈子最快的打字速度 向她发出求救 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快V我50 不然我就要倒霉了 游戏结束之后还你 再给你带一年的外卖和快递 我向她编了一个谎 因为时间紧迫 来不及解释这些诡异事件 而且就算我如实到来 正常人也一定会觉得我疯了 连发两条后 叶琳的名字变成了正在输入中 我握紧手机 紧张的手心冒汗 很快 一个 恭喜发财 大吉大利的红包弹出 我手指颤抖的迅速点开 正好是50元 恭喜林子涵 您的疯狂资金收集完毕 手机上方出现一条任务完成的通知 我绷紧的神经终于在此刻松了下来 抬头看了眼时间 倒计时只剩两分钟 还没结束 还来得及 我站了起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大声喊道 我收到叶琳的消息了 谁还没有完成任务的 到我这来 我给她发消息 让她帮忙给你们转钱 话音刚落 四五个同学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 叶琳和我们是一个班的 彼此都有联系方式 只要是她的好友 就能让她帮忙转钱 虽然时间所剩无几 但能就一个是一个 我对着人脸一个个打完名字 发给了叶琳 赵蕊 王林树 邓家华 陈伟 卢立立 一共是五个人 叶哥 麻烦你给他们也转一下 等我们晚上回学校 还你三倍的钱 与刚才不同 这次发出请求信息后 叶琳似乎思考了许久 状态一直是正在输入中 大约半分钟后 她回了短短的一句话 算了 不想搞 太麻烦了 站在我周围的五个人立刻炸了 邓家华死死按着我肩膀说 你告诉他 我愿意给他十倍 不 百倍的钱 他想要多少都行 只要先给我转五十 我只好硬着头皮转树 但叶琳依旧拒绝 一个游戏而已 输了 就老老实实接受惩罚 至于这样嘛 时间只剩一分钟了 赵蕊直接躲过我的手机 哭喊着大叫 救救我 救救我们 求你了 不是开玩笑 不然我们都会死掉的 语音发送成功后 叶琳承诺了一会儿 断断续续的一直在输入中 十几秒后 她发了一条语气冰冷的语音 我微信里只有五十元 都转给了林子涵 现在已经没钱了 要怪就怪你们自己太贪婪 当初抢走了我的贫困声 补助名额吧 听到这句话 残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被戳中心思的赵蕊 松开了手机 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结局 卢莉莉小声唾气 我明明没有做过坏事 凭什么我也要陪着你们这群人扎死 王林树红着眼睛 冲到第一个完成任务的秦思琪面前 明明你也偷了他的名额 凭什么就你活着 我们却要付出代 还没等他说完 倒计是归零了 与此同时 那五个没能完成任务的人 如多米诺骨牌般堆叠着倒在地上 发出沉重的梦想 题尾胡标走到我旁边 这鬼游戏不会是叶林弄出来的吧 手机借我 我和他聊聊 可此时的微信图标已经变成了灰色 无法继续使用 也不能发出任何信息了 唐卫眼角通红地说 这次聚餐 只有他一人推托不来 真的是巧合吗 众人纷纷猜测起来 叶林成绩优异 但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 他本想申请学校的贫困生补贴 但却被秦思奇这些完全不缺钱的人 靠关系挤掉了名额 他尝试申诉 却因此对排挤孤立 作为室友 我偶尔会在生活上帮助他 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帮了我 而不愿意帮其他人的原因 虽然叶林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他抱有恶意 以他的性格 不至于用这种极端的复仇方式 这次事件 我总觉得并没有这么简单 还没等我们讨论出结果 周围突然传来一阵异动 那个带着诡异攻击头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开始将躺在地上的尸体 一个个拖入后厨 所有人都大气 不敢出地回避着他的目光 等所有尸体搬运完毕后 后厨传来的烤箱的运作声 十分钟后 攻击头端着餐盘出现 开始一桌一桌地分发食物 每个人都收到了六个蛋挞和两盒土豆泥 请在规定时间内 想用完第一道下午茶 违反规则的人 会死 广播声响起的同时 天花板上再次出现了倒计时 这次 现实依旧是十分钟 使用蛋挞时 请一口吃掉 不要在意里面的馅料 蛋挞的规则简单粗暴 只要一口吃掉即可 这次时间比较充裕 我先仔细观察了一番 蛋挞的颜色和质感很奇怪 与平时不太一样 联想到刚才攻击人将尸体拖入后厨后 立马开始运作的烤箱 忍不住让人怀疑这些食物的食材来源 但是这种情况下 除了硬着头皮吃 也没其他办法了 我拆下吸纸壳 将一个蛋挞完整地放入嘴中 果然如规则所说 蛋挞的蛋液内 似乎藏着一些口感奇怪的异物 似乎有硬硬的指甲 还有像卡在喉咙里的浓潭一样 黏乎乎的不知名物体 身后一个女同学没忍住呕了出来 当即被判了违反规则 我立刻捂住嘴 抢逼着自己咽了下去 接下来的五颗蛋挞 我都没有咀嚼 直接硬吞了下去 身旁的秦思奇健壮 将蛋挞和土豆泥 都推给了暗恋他的吴冰 朝他甜甜的一笑 冰哥 你帮我吃了好不好 我要保持身材 油炸食品不能多吃 吴冰屁颠屁颠地 接过斑花的食物 包在我身上 费洋洋静在我身边 我收回八卦的目光 继续解决最后一盒土豆泥 然而 当勺子触及到杯底时 我发现土豆泥包装盒的底部 竟刻着浅浅的一行字 我竖地抬起头 朝四周望了一圈 除了秦思奇 每个人都在专注地 解决着桌上的食物 似乎没有人发现异样 难道只有我的包装上有字吗 比起刚才的Vivo 50难题 吃蛋挞的难度并不大 只要克服了心理障碍 就不会有大问题 倒计时结束后 失败人数比上一轮少了许多 但其中一人 我们都没有预料到 斑花秦思奇脸色惨白地 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上 显示着大大的 游戏结束二字 我明明让人帮我吃了 规则也没有说 不能让别人帮忙啊 他猙獰地吐出一口鲜血 眼神绝望 无力地跌倒在地 这时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先前还一副舔狗模样的吴斌 如今面无表情地走到他面前 因为我根本没有帮你吃完 你浪费了食物 违反了规则呀 秦思奇用不可置信的眼神 看着吴斌 但还没说出一个字 就提前咽了气 因为对自己的魅力太过自信 秦思奇自觉了坟墓 而渐渐害死他的吴斌 却毫无愧疑 朝着那个诡异的攻击人大喊 秦思奇已经死了 能不能放过我们这些无辜的人 他说完以后 竟引起了一批人的附和 叶灵大哥 是你吗 放我们走吧 最大的恶人已经死了 游戏结束吧 我攥紧了手中的土豆泥盒子 将它捏成小小的一团 偷偷塞进了口袋 那时 我在河底发现的那行字是 不要相信任何人 幕后真凶就在你的身边 是只有我收到了这句话 还是其他人也有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这场怪谈的创造者 难道在我们之中 我仔细观察周围同学的表情 无法判断 他们是否也和我一样 收到了提示 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 我选择暂时将这条信息保密 攻击头对众人的求情 视而不见 将上一轮的尸体 一一拖入后厨 好像再次开始加热运作 这次的餐品 是两盒薯条和两盒鸡米花 现实依旧是十分钟 丝毫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我撕开番茄酱的包装 开始先从薯条下手 薯条必须蘸番茄酱 薯条只能吃鸡薯条 将这两条规则 刻在脑子里后 我先拿起一根薯条 吃了下去 然后 接下来每次都两根两根 一起蘸着番茄酱吃 这样就不会中途数错 忘记自己到底吃了奇数 还是偶数根 但显然 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 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法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隔壁桌的胡标 一边吃着鸡米花 一边技术 声音从最开始的响声嘀咕 到后来越来越大 想到所有人都能听见 噪声打乱了许多人的节奏 有好几个人 都因为他搞混了自己的技术 为了不被其他人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大声喊出自己的数字 一声更比一声高 生怕自己的音量被盖过去 这一波神奇的操作 让许多人都临时乱了阵脚 我拿起餐盘上的餐巾纸 揉成小团塞住耳朵 立马耳根清静 吃完两盒薯条后 我已经有些微饱了 但时间已经过半 我只能继续逼着自己 吃完剩下的两盒鸡米花 吃到最后 薯条正好是基数 但鸡米花也是基数 还差一颗 才能凑到偶数 正巧做对面的富桃 也多出一颗鸡米花 我帮他解决了一颗 两个人便都以偶数收尾 这一轮 许多被胡彪影响到的人 都因技术错误而丧命 但胡彪本人 倒是幸运地活了下来 傻咧咧地挠头 庆幸自己运气好 可是我却对此产生了一丝怀疑 他是真的运气好 还是一直在装傻搅浑水呢 很快 攻击人开始了第三轮上菜 这次是三盒鸡块 和三杯可乐 我开始回顾屏幕上的规则 吃鸡块要占糖醋酱 必须在冰块融化完前 喝光可乐 按照这两条规则 最佳的策略 应该是先喝可乐 防止冰块融化 我正打算打开饮料盖子 却注意到身边的唐卫 一直没有开动的打算 见我盯着他看 唐卫干脆转过了头 我更加疑惑 直接了当地问 你在等什么 不喝吗 唐卫支支吾吾地说 我 我来姨妈了 不能喝冰的 我被这个回答 雷得满头问号 都死到临头了 刚才那么奇怪的 蛋挞都能咽下去 你还在乎 来姨妈喝冰的会痛惊 唐卫简直像变了一个人 表情奇怪的将饮料推给我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不你帮我喝了吧 我感觉莫名其妙 再和他掰扯下去 可乐的冰都要化完了 但正当 我打算喝下第一口时 远处屏幕上的一条规则 突然阻止了我 餐厅没有穷鬼套餐 若发现一加一穷鬼套餐 请勿食用 等等 红区鸡块加白区可乐 我记得另一家 快餐店的穷鬼套餐 就有这个配置啊 我放下进在嘴前的可乐 看向糖味 所以 他犹豫不喝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这个嘛 竟然发现了问题 又为什么不说 反而眼睁睁看着 所有人去死呢 就在我想要提醒大家时 一个声音抢先喊出了 我要说的话 别动食物这是陷阱 我没想到的是 说话的人居然是胡彪 上一轮他还在疯狂搅局 怎么现在又来好心提醒大家了 胡彪信誓淡淡的指着屏幕说 你们看到那条规则没 这明显是一加一穷鬼套餐 吃了会违反规则的 听到他说的话 大家都暂时放下了手中的食物 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可是 你怎么知道 我们拿到的是不是穷鬼套餐呢 两家快餐都有鸡块和可乐 肉眼根本看不出区别 如果食物并非规则中 所指的穷鬼套餐 不吃完也会因违反规则而死 胡彪一下子被噎住了 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在场的其他人 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 吃也不适 不吃也不适 我做足了心理准备 站起来静止走向柜台出的攻击人 你好 请问我们这次的餐品 是穷鬼套餐吗 听到我的提问后 攻击人突然歪了歪头 头顶的机关也跟着抖动了几下 他用那双诡异的琴泪眼珠 死死的盯了我几秒后 店内传来了广播声 请注意 本店不会有穷鬼套餐 如餐品中出现穷鬼套餐 请勿实用 这不是废话吗 把规则重复了一遍糊弄人 我无奈地回到了座位上 但这次 路过胡彪的座位时 我注意到了他面前的可乐 开口的周围 还留有一圈棕色的可乐水渍 看上去 他似乎早就尝过了可乐的味道 这个细节 让我突然想起了 曾经看过的一个科普 疯狂星期三餐厅 和其他快餐店的可乐 其实并不相同 前者使用的是百式可乐 而后者使用的是可口可乐 两种品牌的甜度和气泡量有所区别 如果是经常喝可乐的人 是能通过口感区分出两者的 就在这时 胡彪突然站了起来 捂着肚子表情痛苦的对众人说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 去厕所一趟 你们信不信我随便 反正我要先把这堆东西扔了 说完 他就拎着可乐和鸡块 跑向了厕所的方向 胡彪的可疑举动 直接验证了我的猜测 他并不会真的扔掉餐品 而是去背着大家偷偷吃掉 平时爱喝碳酸饮料的他 能敏感地区分出两个品牌的可乐 他明知可乐是正常的 却故意拿出穷鬼套餐的规则 提醒众人 目的就是为了误导所有人 让我们最后因违反规则而死 就像上一轮 他故意大声计数 害许多人因此丧命一样 难道 胡彪就是幕后黑手 我抬头看了一眼时间 还剩五分钟 胡彪在说谎 餐品没有问题 大家抓紧吃吧 不然冰块要化了 我提醒完在场的人 便开始快速解决起桌上的食物 将我开动了 其他人也将信将疑地跟着我吃了起来 但仍有一部分人对此表示怀疑 不肯相信我的推论 决定赌一把自己的直觉 然而 倒计时结束时 那些没有吃完餐品的人 多如之前的失败者一样 被攻击人残忍地扔进了后厨 而胡彪本人 却毫发无伤地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我的推测被证实了 他在故意欺骗我们 自己却躲在暗处苟且偷生 刚才的那一关 因为他的恶意误导 导致一共12个同学白白丧命 面对所有幸存者忌惮排斥的目光 他却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大摇大摆地找了一个角落坐下 我刚想说什么 攻击人再次上菜了 这一次 是每人一个鸡肉桶 里面有12块疯狂原味鸡 截至目前 之前几轮我已经累计吃了6个蛋挞 2盒土豆泥 2盒薯条 2盒鸡米花 3盒鸡块 3杯可乐 我五六五已经吃到12分饱的肚子 再吃 真的要忍不住吐了 12块原味鸡 比起之前的份量也太多了 而且12的这个数字 怎么听起来有点熟悉 刚才那一轮 死掉的同学好像就是12位 我突然发现了 关于每次上菜的关键信息 第一轮死了8人 蛋挞加土豆泥的数量是8 第二轮死了4人 薯条加鸡米花的数量是4 第三轮第四轮皆是如此 每次的食物数量 是根据前一轮死去的人数定的 所以 只要有一轮无人牺牲 攻击人就不会开启下一场屠杀了 我快速数了下人数 目前的幸存者只剩7人 我立刻将除了胡标以外的所有人聚到一起 将淘汰人数与菜品数量的信息同步给了大家 这一轮的规则不难 疯狂原味肌有5个部位 不能使用其他部位 只要认真区分 就不会出错 班上的富桃是资深肯门学者 之前一直很低调的他自告奋勇地说 原味肌的5个部位分别是鸡腿 旁内 鸡胸 三脚块 鸡翅 如果有拿不准的地方 可以找我区分 我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倒计时 还剩9分钟 每个人都先吃自己的那份 特别是男生抓紧努力吃 吃完了帮胃口小的女生吃 只要我们所有人都不淘汰 规则就拿我们没办法 气氛一下子燃了起来 在富桃的帮助下 我们先分离出了一种原味肌 然后每个人都使出 大胃王吃播的拼劲 往嘴里不停地塞进肌肉 我的桶里有四个一种原味肌 在吃完八个之后 又和其他吃得快的男生 一起帮女生解决了两个 最后 所有人都顺利完成了任务 其中也包括脱离团队 默默坐在角落的胡标 攻击人从柜台处慢慢走向我们 动作笨拙地 在就餐区转了整整三圈 没找到目标的他 又伸直了脑袋 弯下腰趴在地上寻找了好一会儿 然后站在原地 似乎当机了 富桃小声地发出疑问 我们成功了 我给了他一个眼神 事已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果不其然 在短暂地待之后 攻击人突然昂首 发出了尖锐刺耳的打鸣声 同时 店内广播声响起 红灯闪烁 检测到没有食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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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循环了几十遍后 攻击头突然停止了鸣叫 他转身走向柜台 然后从柜子里掏出一个东西 放在了我们做的桌子上 那是儿童套餐里附赠的玩具 一个会转圈的可爱小鸡 检测到没有食物来源 开启加食赛 所有人围成一圈 坐在圆桌边 小鸡最终停下来面向谁 谁就来当下一餐的食材哦 听到广播后 所有人都面如死灰 游戏 还没结束 如果必须要有人牺牲的话 这不是无解了吗 傅陶小生向我求救 林子涵 你还能想出办法吗 我焦虑的啃着指甲 刚想摇头 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我站了起来 看向攻击人 鸡哥 你也和我们一起参加吗 你看上去比我们好吃多了 攻击人 其他人 结果就是 攻击人完全没理我 所有人老老实实的坐在了桌前 等待这场只靠运气的赌局 攻击人将小鸡玩具 摆在了圆桌中央 然后按下了开关 伴随着诡异的童谣音乐 小鸡开始缓缓地转动 鸡妈妈 属小鸡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只小鸡在吃米 两只小鸡抢东西 三只小鸡打群架 还剩一只小小鸡 怎么着也找不到 你们猜猜在哪里 肥美碰香脆烤鸡 歌声戛然而止 玩具也停止了转动 小鸡最终变相的人 是吴斌 见状 吴斌满脸 惊恐地从椅子上跌倒在地 凭什么是我 凭什么 都怪你林子涵 如果不是你出的馊主意 我根本不会被选中 还有你们 富桃 堂位 我刚才可是帮你们 吃了两个原味鸡的 是我救了你们啊 为什么是我 不是你们 我根本不应该死无冰哑了声 目目言睁地倒在了地上 直到攻击人将他拖入后厨 都没有人在说话 我不断回想起他刚才说的话 如果不是我的坚持 也许在原味鸡那一关 会有其他人被淘汰 他就不会被随机选中 难道 是我做错了吗 去他妈的 他之前还故意害死了秦思奇呢 现在轮到自己了 就开始装圣人 林子涵 别在意他的话 令我没想到的是 富桃第一个安慰了我 我朝他笑了笑 以表感谢 只是我没想到 接下来的遭遇 让我再也笑不出来了 特别活动 特别活动 蜡牛五方 现实惊喜反场 随着广播声再次响起 攻击人再次将餐盘端上桌面 只不过 这次餐盘中的 并不是完整的一份食物 而是蜡牛五方的五分之一角 这是什么意思 我立刻抬头查看规则 蜡牛五方是本店特色 以现实反场 这条信息 更像是一则宣传广告 而非限制我们的规则 我望望四周 所有人的餐盘中 都是五分之一个蜡牛五方 而在场一共有六个人 一个可怕自私的想法 逐渐占据了我的大脑 快 快把碎片拼成完整的五方 尽管已经猜到了残酷的解谜方式 但在说出的那一刻 我的心里还是多了一份负罪感 一共有六片食物碎片 而完整的拼图 只需要五片 这说明 有一个人是不被需要的 与上一关的玩具 随机选人不同 这一次 需要所有人共同决定 那个被放弃的人是谁 换言之 这是一场残忍的集体杀人游戏 我仅仅提示了一句 其他人立刻反应过来 拿看自己的碎片 与我的拼在了一起 一共六人 只有之前居心叵测的胡彪 被毫无争议地排除在外 见我们五人站在一起 用充满怜悯的眼神望着他 胡彪却依反常态地大笑了起来 哈哈 你们以为你们逃得掉吗 你们也会一个个死去的 没人能逃的了 眼睁睁看着他被排挤 在外死去后 剩余五个人 多个怀心思地吃完了五方饼 我再次看了一眼规则 一共十一条 截至目前 所有的规则 都已经被应用和验证过了 按照常理来说 在度过所有危机后 游戏就应该进入尾声了 可我没想到的是 攻击人在处理完胡彪后 又上了一盘菜 依旧是辣牛五方 这次 我被分配到的是五分之二角 其他人分别是二角 二角 三角 三角 如果想要拼成五角 必须是一个二角 加一个三角 而这样的话 必定会有一个二角落单出局 注意到傅陶是三角后 我立刻与他结成联盟 唐卫也是二角 他迅速与副班长李颂 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五方 五人中唯一被放弃的 是存在感比较低的罗宇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只是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 不幸地落了单 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后 罗宇竟显得异常平静 只留下了一句简单的遗言 希望你们 至少要有一个人活下去 伴随着他的死亡 又是一轮新的选择 这次 我被分配到的是三 傅陶和李颂是一 唐卫是二 这个游戏的本质 就是求和为五 三加一加一是五 三加二也是五 想要凑成五 必须要有三的参与 作为那个有决定性作用的三 我选择人数更多的方案 与傅陶和李颂两个人合作 这次 被放弃的人是唐卫 作为班长一路存活到现在 他似乎并不甘心 林子涵 你以为这是电车难题吗 你这样选择 是多救了一个人吗 你错了 下一关 下下一关 这个残酷的游戏 是不会停止杀人的 我望着他 还抱一丝希望的双眼 下意识地移开了目光 我当然知道 全班一共37人 到如今 只剩下四人 经历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了然于心 在这个无解的游戏中 我们就如同在死神掌心上 命悬一线的蚂蚁 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 胡彪最后的遗言 静意语成衬 没人能逃的了 我们会一个个死去 下一轮 落单的李宋被排除出局 最后 就只剩我和傅桃两人了 我与他面面相去 相顾无言 残酷的神会如何惩罚我们 攻击人步伐 缓慢地走向我们 端上最后的餐品 完整的腊牛五方 但只有一份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傅桃就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自己一人扑向了桌上的食物 狼吞虎咽地开始吞食 他一边吃 一边红着双眼 泪流满面地向我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子涵哥 我想活下去 我真的想活下去 可是 我坐在地上 静静地看着傅桃吃到一半 突然咽住了喉咙 开始猛烈地咳嗽我血 可是 你太心急了 傅桃 平时最爱吃这家餐厅的你 竟然没有注意到 攻击人呈上来的肉饼 是六个角的 那根本不是武方 傅桃咳出了满桌的鲜血 看向我的眼神有悔恨 似乎也有愧疚 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 他将一个硬硬的塑料壳 塞进了我的手心 那是一个被钻成一团的 土豆泥塑料杯 打开后 杯底写了一行字 游戏的最终赢家 只能有一人 什么 我一时间愣住了 明明我的杯底写的是 不要相信任何人 凶手就在你的身边 为什么他的提示与我的不同 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后 我开始在垃圾桶内 疯狂寻找其他人吃剩的土豆泥杯 游戏的最终赢家 只能有一人 游戏的最终赢家 只能有一人 游戏的最终赢家 只能有一人 可不管我如何翻找 所见的每一个杯底 都印着这一行字 所以 班长的态度转变 胡彪的故意误导 富陶的最后背叛 都是因为这条提示嘛 可为什么 唯独我的提示 和其他人都不同 所有人都死了 那么提示中的凶手 指的又是谁 此时此刻 空旷的店内除了我 就只剩那个 戴着攻击面具的人了 他静静的站在柜台处 似乎一直在等待我 当走到他面前时 我终于听到了 他第一次开口发声 恭喜玩家林子涵 这是您第一千零一十四次 通关游戏 是否进入下一周末 开什么 玩笑 这不是我第一次进入怪谈 我已经通关了上千次游戏 令人的声音 为什么如此熟悉 我头痛欲裂 一把扣住攻击头的脖子 用尽全身的力气 将他的脑袋 连带着血肉撕扯了下来 可当我再次睁开眼 却发现 近在咫尺的那张脸 竟然与我自己的面孔 长得一模一样 你好啊 林子涵 想起一切了吗 记忆读取中 记忆读取完毕 我全都想起来了 那一个个痛苦的日夜 林子涵 你快吃呀 你不是家里很穷 吃不起快餐吗 大家给你凑钱买的 别浪费了呀 带血的鸡腿 塞满指甲和口水的蛋挞 秦思琪甜美的微笑 林子涵 话剧你就演攻击吧 戴上这个鸡头 攻击是反派 会被其他动物揍 为了表演的真实性 你忍着一点哦 满是骚味的攻击头套 扑面而来的拳头和鞋子 堂位假惺惺的安慰 林子涵 你运气可真好啊 小鸡玩偶又转到你了 今天就你结账了哦 什么 没钱 找人借呀 和你朋友说 为我50 他们不会不给吧 大块躲移的众人 空空的钱包 虎彪阴森森的威胁 除此之外 塞满嘴巴的冰块 涂满番茄酱的课本 还有很多很多 后来 我承受不住这一切 选择了失去生命来逃避 再次睁开眼时 我失去了一切痛苦的记忆 以全新的身份 来到这个游戏 在这里 我不再是受人排挤的林子涵 而是班上的一个普通成员 我与他们一同经历合作和背叛 最终 只有我活到了最后 唯一没有参与的叶林 并不是什么始作俑者 相反 他只是班上唯一一个 对我抱有善意 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玩家林子涵 请您确认 是否进入下一周末 那个与我长得一模一样的面孔 再次向我发出邀请 我低下头 身体却兴奋的止不住颤抖 多有趣的游戏啊 能看到那些人渣们 像蝼蚁一般 对恐惧包围 对同伴抛弃 对众人排挤 自食其果 自相残杀 就像当年 他们对我做出的事情一样 回味完毕后 我看向对面的自己 微微一笑 继续游戏 他也对我抱以公式化的微笑 玩家林子涵 第一千零一十五次游戏即将开始 祝您本次游戏愉快 欢迎来到疯狂星期三规则怪谈 请在朋友圈发送 V我50的文案 十分钟内 未收到转账的人 会死 快餐店内 突然响起诡异的通知声 我放下了手边的奶茶 疑惑地看向四周 班长 这是神秘游戏环节吗 翻案 一则非官方的新闻报道 近日 华安大学发生一起大型投毒事件 全班锦衣人未被波及 据幸存者叶某讲述 投毒人林某手 被全班同学 施行了长达三年的校园暴力 施暴人手段卑劣 没有下线 林某被逼无奈 才做出此举 叶某平日经常对林某施以援手 也因此受到了部分同学的孤立 目前 投毒人林某与其余被害人 均在市中心医院ICU病房接受观察 仍未清醒 番外 一则不专业的医学观察报告 林某 唐某 傅某等 共计37名患者 生命体征 均有高度同步的状况 所以只为恢复清醒 但每至周三 大脑皮层都会出现高度兴奋活跃的情况 然后接连恢复瓶颈 其中 林某寒的大脑活跃持续时间最长 其他患者每次均会随机变化 以上现象 原因未明 番外 一份订单 A1015号 您的订单已完成 听到服务员的通知后 青年回过神 走上前取餐离开 路上遇到了同事 哟 夜宫 怎么买这么多吃的 一个人吃不完吧 有女朋友了 他摇摇头 解释道 别八卦了 没影的事 只是去医院看望一个老同学 人家去看望病人 都是送水果的 你还蛮会搞创新的呀 居然送炸鸡 青年低头笑了笑 这不是昨天做梦 弄到有人求我 给他五十吃炸鸡吗 说全班 就他没吃到 还一直哭 怪可怜的 与同事招手告别后 他小声的喃喃自语道 真希望你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在一起吃顿炸鸡呀